- 尾开箱 - 尾开箱 OK 大家 今天我们要来开一个最近好像蛮夯的一把枪 那这一把枪其实之前我要购买的时候 它已经都没有现货了 所以好不容易我找了很久 刚才是没有买到我想要的颜色 我只买到另外一个它有出的颜色 那我也必须要说今天是一部尾开箱 那至于为什么是尾开箱呢 等下我開箱的時候就來帶大家看 大家就知道為什麼了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我們趕快來開箱吧 OK 我們現在就要來開這一把 AP01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這一把是選殺色的 那我們就打開來吧 首先打開你這邊就會看到他的一本說明書 有各國的語言 介紹一下他這一把槍 大家可以看到這是他語言槍的樣子 然後這個是黑色的版本 未來我還會再買一個黑色的版本 金色的槍管配黑色的槍身 其實說實在比較好看 那當時都買不到貨了 所以我只好買殺色的 再來這個就是本地了 給大家看一下他原本的包裝就是長這個樣子 那前段的槍管我已經換成我們自己做的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我們打樣的產品 那他原廠的槍管在這邊 就拆下來 他原本是這樣的槍管 配起來的話 我自己是覺得 沒有我這個配起來好看 我蠻喜歡這個樣子的 只如果可以搭配黑色的下槍身 那就更好了 那這是他的光鮮準心 他槍機 我第一次拿到這一把的時候 我以為這個槍機是塑料件 結果他竟然是金屬件 可是他做的很像塑膠 其實整把槍就蠻塑膠的 可以看到他的外型 真的就蠻特別 那裡面包裝起來就蠻簡單的 就是附贈一個彈夾 跟一把槍 就沒了 那我記得他原廠其實是有蠻多的零件可以做選配這樣子 大致上就是這樣 他的內容物就沒有太多東西 那我們再到靶場那邊去 來實際的打給大家看 OK 那我們現在到靶場 我們就是要來打這一把 萬眾期待的 MAP01 我大概來跟各位介紹一下 這一把槍上有哪些部件 這個是他的 懈彈鈕 然後這邊是 保險 看到紅色就是 Ready to Fire 推過來 板機就不能扣贏了 上膠的地方是在這邊 拉動這兩側 原廠他有賣 額外的槍擊拉筆 會比較好上旁 原廠他也有附兩個光鮮的 罩門跟準心 蠻有心的 那再來這把槍要怎麼拆呢 很簡單 這邊你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按鈕 我們把他壓下去 就拆下來 他上下槍聲非常非常好分離 然後裝回去呢 前面這邊 壓上去了以後 拍 就這樣子 大致上他 這邊的部件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先一樣打 單發的給大家看 等下會再打連發 這把是有連發功能的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打連發 那他要切連發呢 首先是你先把 這邊拉出來 他在後面這邊 會有一個 單連發的選擇鈕 你把他 大力的 撥到另外一邊 聽到卡一聲 現在就是連發了 然後就這樣 打了 一邊 這把他殺了 一邊 就這樣 那這把其實我覺得 他真的算槍型很特別 他跟真槍的Ruger Mk IV很像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邊 其實我剛剛在房間的時候也有提到說 這一個槍管是我們目前做的打樣產品 那我們未來會再出一體式的 我們會先出兩段式的槍管 這個我覺得比原廠的好看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車銷孔 好 那我們現在一樣來測一下出速給大家看 基本上都落在92、91左右 那這把槍我是全原廠未改 那我們現在就回去 繼續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這把槍 好 那我們現在從靶場這邊回來 大家可以看到我前面放的就是 就是你們剛剛看到我實際打過的AAP01 那大家可以發現其實這把槍 除了我現在外觀上不是原廠之外 他的原本的樣子其實非常接近真槍的Ruger系列的手槍 那這把槍呢 他其實有一個還不錯的地方 他適用於很多廠牌的格拉克彈夾 所以你不需要為了他你還要另外的再買很多彈夾 假設你原本本身已經有格拉克系列手槍的彈夾 這把槍幾乎都可以供用 這一點我是覺得還不錯的地方 你不用另外再花更多的錢去買其他的備用彈夾 其實我本來沒有很喜歡他的外觀 所以我才會做了這個槍管 那到最後我們會再出一體式的全金色 或許我還會再考慮做其他的顏色 變化都在前端這邊 會有不同Ruger Mark IV的造型 可以供其他人選擇 那這個也是我們目前最近在忙著其中一件事情 那其實說實在我覺得這把槍真的是一把 非常非常適合下場的一把好槍 蠻推薦給大家去購買這把槍的 他的價格其實也不貴 定價大概台幣差不多兩千幾百塊左右 那之前有很多觀眾私訊我們說 我們的槍管到底什麼時候會出來 然後會在哪個平台販售 這個到時候等到打樣的完整樣品出來的時候 我會再拍一集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的產品是什麼 那目前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要介紹的 這把AAP01收槍 我個人是真的蠻推薦大家去買的 只是我記得好像現在可能要等到 10月底或11月初的時候 下一批才會再到貨 這把槍我真的覺得是蠻值得收藏 也很適合下場一把槍 所以在這邊推薦給大家 而在下一集我也會拍一個影片給大家看 當時我拿到這個打樣的產品的時候 我是怎麼把它裝上去的 那以及我是用什麼樣的顏色 去處理這個表面 好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下影片 轉到這邊 我們下集見 我們下集見 了 我們下集見 囉 我們下集見